大家好,我是新草國小的學生 那我們學校的附近幾乎都是農田 放有望去可以看到許多的小鳥在天空中翱翔 或者是在歷史 那我們做的這一個作品呢 主要就是要來呈現出我們曾雲熙出海口的生態景象 那因為現在我們曾雲熙出海口有非常多的垃圾 所以呢,我希望大家可以一起共同來保護我們的環境 讓我們這個環境呢,可以像我們這個作品上 這麼的乾淨和這麼的漂亮 我們使用的材料呢,都是利用天然的,不是人工的 我們在學校呢,也有撿到這個 這個是海綿撿到的蘆莉殼 那這是其他都是學校撿到的 比如說漂流木或者是木棉花的殼、種子等等 這些東西呢,我們就做出了這麼漂亮的作品 那我們的這個作品的名稱叫做 夕陽日若西夏的海邊派對 那他們這個派對裡面呢,其實大家都是做不同的事情 像這兩隻呢,就是在旁邊打架 那這一隻白露斯呢,正在享受著美味的魚 那這一隻呢,是要降下來吃魚的 那這兩隻魚呢,欸本來想要逃跑 但是呢,鳥就在他前面了 其實他們也不知道怎麼辦 那我們這個作品呢,因為我覺得說 欸這樣子有點太單調了 所以呢,我們在這裡呢,也有加上螃蟹的洞穴 讓這個看起來比較豐富一點 那在旁邊這個地方呢,也有他的透視圖 這個洞裡面呢,也有一隻螃蟹在裡面 那因為呢,只有三隻魚 所以呢,我們分別在他的旁邊 或者是他的附近也有利用水彩來畫幾隻魚 讓這個作品呢,看起來比較像是我們 曾無錫的一個情境這樣子 我的作品介紹到這裡,謝謝大家